早安,今天是2024年2月7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我们继续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 我们有海基证券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比比 和谭海运陪着大家一起开市 今天比比上来就非常好 因为昨天港股上升16,000点 单日升超过600点 究竟后市应该最差还是最故? 比比一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除了大市急升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焦点? 第一,留意国家队会否继续入市 第二,业绩也重要 包括会有压力 所以都比较多焦点大家要留意 是的,稍后会详细谈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是很淡增持 中概股指数急升挨近6% 多名联储局官员将在今个星期 稍后发表说 市场继续关注着企业的业绩 债息回信 导致高开后一度倒跌 收市制升141点 升幅0.4% 收报38521点 纳指微升11点 收报15609点 标指收市升11点 收报4954点 欧洲股市普遍做好 另外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急升5.9%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Tesla升2% 苹果靠稳 升幅不够1% Meta继续回套 最新要跌1% NVIDIA上日破顶后 昨天要回套超过1% 数据分析公司 PLTR 去年第一季首次录得利润 并且看好今年的盈利前景 股价抽高30% 另外社交媒体Snap 收入增长和前景指印差过市场预期 盘后要急跌32% 若抢例来 第四季的业绩和前景指印都好过预期 股价一度升5% 不过收市要倒跌 以预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望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普遍向上 美团在港股升6%后 ADR再比本港收市高出2% 从上70元楼上 腾讯和阿里的ADR 都比本港收市略高 汇控ADR折合港元 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1% 比亚迪的股价 比本港收市高 亚太区外围方面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要向下 未跌 不够0.2% 最新跌63点左右 36,097点 首二综合指数升33点 升幅超过1% 悉尼普通股指数 和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最新都是靠稳 是向上的 看起来新加坡交易的 港股黑企 最新的情况 跟大家跟进一下 暂时来看 正在升144点左右 恒指指数升16,300点的水平 稍后会详细跟大家 跟进港股的情况 很快和比比谈谈谈 外围的问题 好 现在美国方面 大家都是关注两件事 第一就是持续出业绩的公司 还有就是看息口走势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刚刚接受CBS的访问 市场解读到他会继续放英 说3月不能够减息 未来会有更多联储局官员 在公开市场说话 提及现在的减息进度 克里夫兰联储银行总裁梅斯特 说到 美国通胀看来仍然还强 利率政策暂时不适宜有改变 他相信美国经济如果一如预期地反映物价持续放缓 利率就可以逐步下行 现在的讨论点就是 第一就是 3月不能够减息的机率也是挺大的 但是你的判断就是 5月是否可以正式启动减息 还是有机会要一再延后这个时间表 我们由头到尾 我想由去年12月开始 我们的主观判断都是今年 应该是5至6月左右开始减息 然后全年减3至4次 所以你可以联想到 其实之前 当市场说的3月份减息的机会去到7成5 全年减6至7至8次 我觉得是太夸张 那随着一些可能是数据上比较的稳健 或者一些联储局官员的英派言论 你见到一些期货的一些数据 反映回减息如期降温 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大家不再一厢情愿是面对现实 这个很简单 如果你把减息看得太快 你就会把美股推得太高 其实某个程度上 现在是挤走了一些泡沫 挤走了过分的幻想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好事 回看最新 其实3月份的减息可能只剩2成左右 全年可能减5至6次 都还是多了一点 但我觉得起码大部分泡沫挤走了 这个对美股来说少了一个风险 就是不需要再担心 如果有些鹰派言论出场的话 美股会太受压了 当然你要问 其实这两天 言论都是鹰派的 甚至上星期五 非农业新增的职位是叫做 不知怎样解释地好 但是那时不算太大反应 我想就是因为在上星期三 星期四出了前一个月的 当时的联署国会议声明 当时已经提到了 其实令到大家对减息预期是过温了 所以在上星期中后段 大家已经是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减息预期 令到这一两天就算数据很英俊 就算有些官员是比较鹰派的 就算有些官员是比较鹰派的 对市的影响不是很大 反而科技股的业绩比较好些 对它来说已经炒上去 所以我想暂时的发展是符合预期的 以及是一个正常的发展 不是说出现了什么问题 令到减息退后了 绝对不是 由头到尾 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年中才减的 是的 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美股继续在高位横行 你判断的情况就是 会继续由这个水平走行 还是说都担心 对了 有一个trigger point 举例就是说 近日其实也有一些地方银行 都不是太好的做得 是的 会不会说有一下又出现了大市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还是你觉得暂时而言都是比较安全的 很难说 当然从估值上去看 其实美股就一直都是贵的 我教大家算一算 因为今年现在市场预期标普500指数 每股盈利237美金 所以你用标普 我当是4800、4900、4900、4900 你脱一脱 你也知道现在大概预测性是多少 20倍左右 绝对不是便宜的 鞭商就是万一有些突发性消息出现的话 似乎出现一些下跌的机会 急回调 是的 那机会一定是大的 其中一个有机会的出发 就是银行相关 特别可能跟商业房地产相关 但是很难预计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 起码就着减息预期里面 这个因素现在就擠走了 应该就不会再因为减息预期降温 因为大家都觉得三个应该不减的 除非三四月的数据很强 移动到五月份的机会率 否则这一两月 应该就起码减少一件事 就是减息预期 反过来 如果大家可以炒一炒减息预期有升温 可能帮帮忙 但是其他因素当然继续留意 包括可能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等 但是我想归根究底 都是美股有些比较贵 这件事就要小心一点 我想最近来说是好事 因为是业绩期 大家就有一个照妖镜 看看在高股值情况之下 究竟有哪些股份 真的交到供货给你先 有些可能是上年完全都是炒一些概念 其实跟不到的 这样的话可能比较虚一些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我想大家都很心急 看看后市有哪些部署 我们很快地讲一下昨天的情况 港股昨天急升600点 重上万6点流畅 行指上日高开31点后 高开31点 中央汇金在内地的开市时段 发公告说到 已在近日扩大了ETF的增持范围 表明会持续加大增持的力度 扩大增持的规模 A股又跌转升 港股升幅亦扩大 最终收市升626点 收报16,136点 升幅1.4% 科指升6% 收报3,243点 国指升4.9% 收报5,473点 但市全日成交增加到1280亿 恒生指数成份股当中 只有三只向下 农户和碧桂园服务 升幅超过一成 北水转为正流出 昨天流出的金额是68亿9千万 主要卖出指数ETF 正流入最多的是中电信 有1亿3千万 迅达生物有9千万 中芯有6千万 正流出最多的是盈富基金 有63亿4千万 恒生博子ETF有8亿9千万 中移动和建行分别有超过1亿的北水正流出 昨天大市从上1万6千 成交都很大 10天线升穿了20天线 昨天消息非常多 多? 让大家讲解一下 中央汇金出手增持 昨天中港股也在开市 汇金发公布会增持ETF 大家可以简称为国家队入市 另一方面 外电说到中证监在内的监管机构 计划最早在星期二 即昨天 资本市场的最新情况和政策举措 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汇报 报道说到 具体的时间仍有待最终决定 现在暂时不知道 续后会不会有新的支持举措出台 报道说到有关部门过去几个月 一直在密合紧固制定这个托市措施 中证监周末都在加班 还有国家金监总局 近月就开稳定市场的课题 召开了十多次会议 另外再有就是商务部 昨天也召开记者会 说今年商务部会以消费促进年为主线 继续组织活动 出台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刚才提到最大那三个 之前再有限沽空那些 真的没时间谈了 但是多招出台 气氛上其实是你好港股的 昨天大升六百点 上到万六点楼上 不过也有点想看回大家 因为昨天汇金的公告说到 主要是买入内地挂牌的追踪A股的ETF 还有大家看看数据 现在也是在买A股 还有都是由原本那些买大市值股份的ETF 现在转为中小型企业股份的ETF 所以暂时仍未见到他们说买港股 但是在一个气氛非常利好的背景之下 下一站是否看50天线 即是大约16300点的水平 还是你会看得更高一点 其实暂时只是看50天线 或者我抽离一点点说 其实我来解释刚才所说的 很多消息层面 我想我自己看得比较重 或者在市场上的憧憬 就是监管机构会面对习近平领导 那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如果面对领导的时间 很明显资本市场表现得就不太理想 结完之后会怎样? 就是憧憬会有一些更加大手的政策出台 所以这是强化了政策的憧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中央汇金很明显就不只有港字了 是实际上放钱进去买东西 这件事令大家联想到另一件事 就是前两个星期前 有曾经巨民会有一个评准基金 2万亿 但是一路指纹楼梯响 现在我不管你评准基金还是什么 总之有钱进去 这个也是好消息 第三,其实中证监也有说过 除了中央汇金之外 它会协调各类机构投资者 是大力度入市的 那有什么机构投资者呢? 这个是私募基金 公务基金 证券公司 社保基金 保险机构 年金机构等等 所以大家会看到有憧憬 见完习近平领导之后 会有更加多大招 现在已经有招 有资金正在入市 另外再加上一些沟空限制措施 是令到短期的气氛向好 但最重要的是 港股 大家同意是便宜的 您就可能会发生的 这种叫做 暂时的 接受 还在什么 至少 优优优独播 我们年轻的